好 帶你來看到的是 在北韓現在說 已經正式的北韓軍 進到了烏克蘭這邊 前線要打仗了 俄羅斯跟北韓的外長 他們在會談的時候 當然重申了 彼此之間的夥伴關係 同時有一方被侵略的時候 就要提供互相的援助 金與正也就是金正恩的妹妹 出來講了 烏克蘭跟韓國是 美國培育的壞狗狗 好 這種講法呢 聽起來好像很可愛 但其實你也知道 金與正他是一個蠻烈的人 所以他就強調 說這樣子的壓力跟威脅 並阻止不了我們 他說我們只會變得更強大 這一些有敵意的國家 你不要以為有核武 就打造了軍事障礙 那在目前前線 如果說是俄羅斯人 跟北韓朝鮮軍這邊 一起來協同作戰的話 彼此其實文化是不同民族 文化應該也不太一樣 就傳出前線有一些紛擾了 包括什麼呢 包括說俄軍領到了北韓軍的罐頭 就這樣一罐 當然上面就寫韓文 他看不懂啊 他可能就拿起來 然後就抹了他的麵包 結果吃完之後才發現 我吃到狗肉了 這個是一個俄羅斯的士兵 他直接錄影片 說這是來自北韓的罐頭 上面寫狗肉他們吃這個 看起來好像有些的憤怒 但是在前線裡頭 確實俄羅斯現在就是需要一些的兵力的幫忙 特別是在庫斯克這邊 因為傳出 就是讓朝鮮軍去庫斯克 幫他們守住北方的這一塊 那所有的兵力就可以往東側 去固守他們的東部烏東的疆域 但是戰爭研究所告訴你了 說朝鮮軍即便在前線 頂多也只能幫他們擋個10天而已 他認為金正恩不太可能會 無限期無限制的 把他的人力統統投注在上面 如果說現在朝鮮真的跟俄羅斯走在一起的話 那我們的南韓也就是韓國 會不會有所抵制呢 韓方這邊的講法是說 所有的方案都要考慮當中 當然他們現在要看的就是 兩邊到底合作到什麼程度 彼此幫忙到什麼程度 甚或俄羅斯如果真的有提供 相關的技術給他們 到什麼程度他們才有辦法做出回應 而不只是朝鮮 車程現在也再一次出兵了 好卡德羅夫跟普欽兩個人 他們現在傳出BodyBody 所以願意再派遣8萬4千名的車程人 前往烏克蘭作戰 烏克蘭這邊則是再一次的調動士兵 裡頭包含了女性士兵 說這些人通通都已經叫訓練場 來進行訓練 至於歐洲他的盟友們 包括捷克也願意再釋出一些人力 他們允許60名的捷克公民 加入烏克蘭的武裝部隊 好到底現在烏克蘭這場戰爭 達到什麼程度 我們剛剛講的庫斯克這一邊 看起來有可能朝鮮兵來手 那在烏東的這一塊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是哪裡 就是紅軍城了 紅軍城這一邊呢 他們的講法就是說希望說能夠這裡有五條的鐵公路 那把它拿下來之後就是運輸非常重要的樞紐 紅色這一塊是現在俄羅斯他所佔領的 他希望也能夠打到地孽伯河的這一個區塊來做一個天然的疆界 所以有可能就是往上這邊來打 然後呢往下這裡來打 那這樣子的一個做法能不能夠在近期內 甚至有一個說法是半年內來達成 大家現在都還在看打得順或不順 因為呢頓巴斯的前線 現在看起來是已經被俄羅斯往前再統進了一萬兩千平方公里 所以有一些藥城呢持續的在失守當中 同時他們也說要再奪下兩座的村莊 這裡面包含了有一個工業的城鎮 然後也有一個呢 是比較是小村莊接近盧甘斯克州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彼此前後卡進的話 從這邊從這邊都是要拿下紅軍城 所以現在呢在烏克蘭這一邊這一位國會議員 說被稱作女都軍的國會議員 他就想問我們的前線到底準備好了沒 人家是希望用包圍式的把我們南北給夾殺 那我們呢我們現在傳出的是前線好像還被迫交易彈藥 什麼意思就是有的旅之間 他開始有指揮體系的問題人力的問題 或者是接不上的問題那乾脆什麼 叫砲兵叫醫護人員他去做步兵 然後呢前線指揮崩潰 所以直觀體系也開始出現了彼此之間的訊息上面的落差 這一些都在前線出現他就說這樣還能打仗嗎 是不是要趕緊出手來干預了 那英國專家說其實 其實澤倫斯基早就知道烏軍有可能會戰敗 所以現在的做法就只有一個把西方拖進來 一旦把西方拖進來之後 西方投襲下去了他必須要打到最後 那才有可能對於烏克蘭有更多的希望 回過頭請教一下介大使您怎麼樣來看 現在看起來俄羅斯跟北韓的外長他們的會談 就是把上一次的這個會談的結論直接履行了 您怎麼看 對我想俄乌戰爭有一個這個很多影響 其中有一個影響就是俄羅斯跟這個朝鮮之間加強關係 而且是加強軍事合作的關係 我們前兩天也看到這個 朝鮮的這個洲際彈道飛彈試射成功 這個都是俄朝關係加強的一個很重要的一些指標 那另外一方面現在雖然沒有完全證實 媒體報導的很多 就是說北韓的士兵已經到了這個俄武戰場 幫俄羅斯打仗 可是都是報導 那很多像朝鮮像這個 在韓國它就很多報導啊 提到這個所謂的這個 什麼俄羅斯士兵看到這個 北韓士兵吃狗肉的事情嚇壞了 對 那我覺得南韓有什麼好報導的呢 韓國到現在還是有狗肉啊 對不對 他們雖然今年的1月9號通過一個禁止 吃狗肉的一個法令 可是呢 這個法令要2027年才正式上市 它有緩衝期 三年的緩衝期 是 然後呢 它還有怎麼樣 它還有怎麼樣 還有補償條款 那事實上的話在這個法令通過之前 韓國的這些 狗肉 飼養狗肉的這些 這些農戶 他們還揚言說 你如果繼續要我們淨吃狗肉的話 我們要到你這個總統府付錢 釋放2000隻狗 來讓你 讓你這個總統難堪 因為尹錫悅跟他太太好像一副很愛護動物的 要禁食狗肉 那可是你知道2023年的時候 韓國統計有11005處 什麼 養狗的這些 這些農戶 他把狗當作家序來養 然後就準備供應到狗肉市場 然後有34家屠宰商 有多少有219家7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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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麼 經銷商 然後餐廳 你知道 狗肉餐廳韓國在2023年年底有多少家 3000家 是嗎 對 所以韓國吃狗肉 他們自己追溯歷史上千年 不是現在吃的 這是他的傳統 所以2023年他開始禁之前有3000家狗肉餐廳 對 可是他現在2024年的1月9號通過法令 他說這個東西要禁止 那可是你知道韓國在201973年的時候通過一個法令 這個法令把狗列入什麼 列入家畜 也就是說可以合法思想 這個好使用 法令保護 那現在只是更改法令 所以我覺得那個韓國的報紙說 哎呀怎麼看到北韓吃狗肉 好像是怎麼樣 是被朝鮮的一個獨特的傳統嗎 對不起 韓國的吃狗肉傳統跟朝鮮完全一模一樣 其實這種跟民族文化 可能他也有一些他自己的背景跟意涵 但不管怎麼說 在前線打仗的時候 如果說兩兵要直接來合作 協同一定會同樣的戰略 就此我們就想請教一下將軍了 原因是因為下一個講法是說 洞巴斯的前線其實已經崩潰了 甚至還退了大概1200平方公里 烏軍有可能會再失守 您怎麼樣來看他們現在前線的 這些戰略 這個我很認真的整理出來 這張圖你看你現在上面講的庫拉霍夫 我都標示出來了 庫拉霍夫在這個地方 庫拉霍夫沒有被打下來 旁邊這個村莊被打下來了 馬上就要打庫拉霍夫 那這就是洞巴斯目前的戰線 我用紅色塗得比較深的這個區塊 是代表什麼是10月份 這個俄羅斯打下來的面積 10月份他總共打下來 如果說按照他們的說法是248平方公里 就是我紅色的面積這塊 那打下來前一陣子打的最激烈的地方 叫做謝利沃夫打下來了 俄軍打下來 那謝利沃夫 胡利達爾打下來後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戰線變成什麼樣子 有沒有覺得他像是一個老虎的雪盆大口 你看像不像一個雪盆大口 所以他目標就是打庫拉霍夫 所以我們這些報導都是確實 我是根據這個報導一點一滴的 在地圖上面把它標示出來 所以現在果然就是要打庫拉霍夫 這是確定沒有錯的 如果你看現在已經形成一個 三面包圍了 那庫拉霍夫是烏克蘭的無人機指揮中心 那將這塊面積被打下來之後 那順勢他就是按照我們所講的 他就是上來紅軍村在這個地方 那紅軍村打下來以後 整個戰線會變成這樣 整個戰線會變成這樣 當變成這樣的話 就變成一個絞型陣地 也就是說這個150公路 就是往左邊來講 可以到達聂伯河 聂伯城那個位置 所以說我們很明確看出來 當這邊的部隊戰線形成這樣 下一個作戰地點一定是庫拉霍夫 然後被包圍殲滅之後 他緊急的就打紅軍村 紅軍村打下來也在150公路 就向左邊前進了 所以這個數據來講 我們經常在 因為文字報道 我們不曉得說地圖 或者是相關的位置在哪裡 阿威龍這個標示給大家看的比較清楚 那另外在庫斯克也是一樣 大家跟大家講 庫斯克原來烏克蘭部隊 他一直想要打到 這個庫斯克核電廠 然後佔領核電廠以後 利用這個核電廠來威脅俄羅斯 因為核電廠我如果產生一個爆炸 跟核彈爆炸的威力效果是一樣 但是他大概打到這邊紅線部分 打到這邊就打不動了 就被頂住了 頂住後大家看到 現在俄羅斯怎麼反擊的 我覺得我帶大家看 俄羅斯從這邊打過去 從這邊 從側邊 從腰上面給你打過去 為什麼從腰打 然後我們經常聽到 什麼溫壓彈轟炸或什麼樣 轟炸什麼地方 轟炸地點是在這個地方 我利用空軍的轟炸 把你後續的後勤部隊 或者是說增援部隊 全部在這邊用轟炸機 把你轟炸炸掉 不讓你進來 這條路把你切斷 然後我從這邊側邊給你打進去 截掉 大家看一下現在戰線變什麼樣 這紅色也是俄羅斯反截路線 大家看到整個戰線來講 在上面這邊跟個葫蘆一樣 這邊變很窄 等於變一個平隱部 也就是說這兩邊的大概 已經是迫擊爆 互相可以支援到的 那也就是說在北邊這一塊的 烏克蘭的部隊來講的話 他可能想現在想撤都撤不掉了 這很快的 一切斷以後就整個包圍住 那剩下只有一條路 這個投降 所以我想說從戰場上 是很殘酷很現實 那不管你是聽西方的報導 或者是說 這個我們台灣方面的報導 那我現在是一點一滴的 把這個每個地點都標示出來 那我想說以這個戰場上的局勢 讓所有觀眾可以很快 可以了解到 俄烏戰爭 那戰場是這樣 那外交上面 到底會有什麼樣後續的決定 我想大家都一目了然的 那烏克蘭來講 有沒有可能拖 有沒有可能再戰勝 我覺得機會不大了 那會不會拖美國下水 他當然現在是拖美國下水 但是我相信川普或者賀錦麗 也看得很清楚 這時候會不會被拖下水 北約會不會被拖下水 其實每一個人這時候開始 想要的是怎麼樣自保 我覺得這是 這個每一個人性是如此 對不對 這時候還有沒有機會再去打贏 俄羅斯我覺得機會不大 然後你去講說什麼 這個吃狗肉還要幹嘛 我覺得都是這個額外的話題 好 謝謝將軍 那我們現在請教兵哥了 如果目前聽這個戰略上面的分析 看起來確實要結的被結斷了 通通被分成小谷小谷的 也沒有什麼極戰力 那怎麼辦 其實現在情況 當然對烏克蘭非常不妙 像這個什麼戰爭研究所 就一定要去講說 北韓就是當炮灰 加了這些頂多幫俄軍多撐10天 講得好像戰敗的是俄軍一樣 現在面臨危險的是烏克蘭 你們到底是怎麼算 在還戰爭一六所 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奇怪的研究 當雙方在戰場上僵持不下的時候 如果一方突然之間增加了有聲力量 另外一方可能會面臨 全線崩潰的危險 你怎麼會是用這種按數學去算說 每天傷亡1200 所以他總共只能撐10天 戰爭哪有人這樣算 這種人在研究戰爭根本是個笑話 根本是胡說八道 所以現在就是擺在眼前的就是 俄軍這邊有源源不絕的力量加入 包括北韓包括車程 甚至他們自己也在增兵 那烏克蘭呢 烏克蘭對他們也有 國際的傭兵民心有加入 那他自己還要再增兵 可是我們之前都看到 烏克蘭增兵的情況已經 面臨到嚴重的瓶頸 因為他們該抓人幾乎都抓完了 他們現在到處都在抓兵 那請問一下 這個情況他雖然號稱要增16萬 增得到16萬嘛 那這16萬人還要再經過訓練 你以為就直接發把槍 就讓他去上戰場嗎 不然他上去拿到什麼戰力 那車程跟北韓這邊可是極戰力 因為這些人本來就受過訓練 所以這個態勢很明顯 就是對烏克蘭不利 這也是為什麼澤倫斯基 最近看起來整個態度 開起來越來越不對勁 他又抱怨美國洩漏他的勝利計畫 又在那邊一直在提醒警告說 如果你們不支持我們就快完蛋了 然後他甚至還發出訊息說 現在土耳其 巴拉西 中國大陸 過去提了和平方案 你們都可以再提啊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他自己快撐不住了 你知道一個禮拜丟掉 200多平方公里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一個禮拜丟一個台北市 台北市也不過就200多平方公里 所以整個戰場其實看起來 烏軍現在可能要面臨 兵敗如山島的危險 庫斯克那邊他看起來是救不回來 那烏東這邊他看起來 也沒有什麼新的力量 可以再去頂住俄羅斯的攻擊 那他現在唯一指望是什麼 就是北約會不會直接干預 這場戰爭 但是我告訴你 北約絕對不會 北約希望就是你烏克蘭在前面 幫我頂住 我怎麼可能派自己的人下場 所以我認為澤倫斯基 還是找我死了這條心 趕快想想怎麼樣停火 好 我們等等回來 只要來看到是在國際間 這兩場戰爭看起來 目前很難在美國選舉之前 喊咖或者是有一個什麼樣的結局 勝貨了 可能到今年年底的時候 還沒有辦法看到 到底真正的節點在哪裡 但是美國大選有可能會左右到 他們未來的走勢跟發展 也可能左右到未來G2 中方跟美方的關係 等等回來繼續來了解 確 д 我們可以今天 先was 今天 我們下次會 我們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